那以后的话 那如果你会录制剧集 其实就省掉很多麻烦 就直接马上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但是录下来的东西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上面加上注解 因为如果你不加注解的话 那当然你在观看你录下来的东西 你就会有将来 如果把那个注解拿掉 你会发现 这些程式离你就很遥远 但加了注解 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亲切 那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慢慢增加你对于VBA程式认识 那跟各位讲一下 录下来的东西 其实还是可以在精简 因为理论上我刚刚讲过 因为它录制剧集部分的话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你的滑鼠跟你的键盘 去记录你的相关动作 所产生出来的程式 可是实际上 有些程式在执行的时候 不需要 一定需要什么呢 滑鼠键盘 你觉得它很顺的执行 所以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有select的话 一定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所以如果你把什么select删掉的话 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select 把它删掉之后 然后active其实也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active sales 指的就是range b2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selection的话 就可以把它改成叫range b2 有没有 然后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的动作 就是把公式放在b2上面 然后再把它填满 向右填满 ok 然后填满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多一行 这个叫什么 b2到o5.select 其实理论上到哪里的select 这是滑鼠的动作 我是觉得这个都可以删掉 所以这一行其实你可以把它删掉 向下提下 这个应该是上面这个的处置 所以其实理论上 我们本来也是六行 其实这一行也可以把它删掉 什么select也可以把它删掉 另外的话selection 我刚刚讲过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一行 指的就是range b2 所以其实只要你看到selection 什么什么点select 其实就可以把它改成哪个储存格 所以其实最后留下来的 只要这三行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删掉 当我按F8好了 主航跑 F8的话就是一行一行跑 那它其实作用是什么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哪里 第二有没有 所以关键在这里 丢一个公司在这里 那这公司的这一串 OK第一行 第二行的话就向右填满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行有没有 其实就是向右填满 那后来这一行是什么 全部填满 要怎么少一个 b2-autosphere b2-destination b2到 再一次 把它倒车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跑掉了 可能我刚刚有点到 这个 然后destination b2到b2 上下填满 autofill 理论上应该是 难道那个点slate那一行不能删掉 我看一下 把它 所以理论上是 难道这一行 这个slate可能不能删掉 我把它留下 所以理论上 这个一样 我把这一行其实可以删 那 这个selection 那有可能是 这个selection 应该是指的是这个才对 而不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range b2 因为 我们selection 才会selection 所以 那这个就可以删掉了 所以理论上 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 b2到b2向下填满 而不是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会出错 应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 那这个是向右填满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应该上到ok 所以 这边第二个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简化 下的结果 我们再把游标拉上来 这个有点像城市倒车 再来一次 先把游标 b2填上公式 然后向右填满 向下填满 我刚刚本来只有b2 应该是b2到o2才对 就是插了这个 冒号 偶尔 看一下 应该 行一下 看都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得到的结果 诶 城市其实就可以精简成这样子 就是只有三行 刚刚陆下有六行 所以其实其中 有三行是可以删掉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刚刚有提到 这个formular R1C1 如果你假设 你不习惯用R1C1来看的话 跟各位讲你可以修改 改成什么呢 可以把R1C1 delete掉 然后这个后面的公式怎么样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就直接把这边的公式 把它复制 取消掉 记得插插 再把它 本来的b2公式复制过来 接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其实如果你用R1C1 其实主要是给电脑看的 你看不懂 所以如果你把R1C1 delete掉 你把它输入的 就是你自己的公式的话 其实这样你也比较看得懂 那你说这样run 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你假设了 我们把它run一下 我先清除一下 往下run一下 刚刚R1C1删掉 对不对 那我其实有把它贴 这个是我们看得懂的 这个我们刚刚公式 看会不会有问题 你会发现没问题 而且结果会不会有 也不会有状况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还要再更精简的话 甚至点FORMIDA 有没有 例子调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那个公式 其实我发现 点FORMIDA不加也没关系 所以你可以把它倒车一下 有没有 也没问题 所以甚至点FORMIDA 删掉也没关系 向右填满 向下填满 看就OK了 那再来最后 那个清除 我们清除部分 也是一样 游标放这边 然后Ctrl Shift 向右向下 那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写程式的话 其实不用写那么复杂 其实写一行就可以了 你只要用什么Range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学会Range Range的话跟他讲说哪一个初生格开始 从B2 所以你跟他讲B2 到哪个初生格 应该是欧兰的151 最下面好像151 你就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 从B2到欧兰的151 我要把里面的字要清空 清空的话是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就可以了 那其实刚刚写的程式 录下的程式 其实只要写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它清除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清除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清除 你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动作 因为其实一个动作就可以 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Range 有没有Range 哪个范围 从B2 一直到他的右下角 应该是欧兰的151 然后后面加等于空的 让他就会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那我是建议 你干脆写这样 好像会让程式清爽很多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又把刚刚我修改的 这一段程式 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刚刚录的在这里 然后精简后的在这里 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第四页 OK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程式不精简 他一样会照跑 可是像我的习惯 因为我个人是 比较喜欢那种 程式越精简越好 然后 越不要有一些不需要 不相干的东西出现 我会觉得 感觉好像越清爽 所以我会做这些动作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页 那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那除了说用那个录制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VBA写 不过VBA写 其实好像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所以我把它列在云端白板的这边 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单回圈 For I I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150 E列 然后B栏输入什么公式 C栏输入什么公式 因为总共有B到O栏 所以你会发现要写这么多 那如果你不想写这么多的话 你可以把它精简 就是再加第二个回圈 For J P指的是蓝 第二蓝到第15蓝 15蓝就O蓝 然后但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这边需要放一个文字 所以我用MID函数去切 到底是哪一蓝 因为P的话是数字 那我用数字去取第几个字 把这个字丢到这里面来 所以其实两个都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来 再来 那因为今天我们练习的时间 后面其实还有东西还没做完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试着做做看 就是说分别计算 所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还有月收入 这个所占的比例的这个 报表跟图表 也就是说 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就是说 把刚刚的这个结果 做完之后 你再插入那个数据分析表 那数据分析表 会把这个资料选择到之后 你可以把性别拖拉到性别 性别到列了 性别拖拉到值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 男生跟女生 总共150个人 那其中好像做的问卷 男生会比较多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做一个简单的表格 并且在旁边画个图 如果占比图 最简单是圆形图 按确定 然后这个圆形图 如果上面要显示标签 按右键 这边有什么 新增标签 简单是这个新增 比如说文字 这边就出现了 男生占多少 59% 女生占41% 那这个就是性别的 所以你这边可以什么 性别的枢纽 比如这边可以改一下 性别 那其他的话 请各位就是自己练习一下 因为如果你假设有资料的话 后面再做枢纽分析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当然单栏位的统计 其实相对简单 可是如果你要跨 跨两个栏位 做枢纽分析的话 比如说呢 哪一类的杂志 哪一个年龄层 或者哪一个性别的人最多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就是有多条件的 这个分析的话 那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各位也许先想想看 试试看枢纽分析 里面有哪些功能 可以做这些类的功能 OK 那请各位 做完之后呢 先把这个档案 先存档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再来把这个部分完成 然后下一次再绞交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作业 基本上先不用绞交 请各位先把它存档 下一次完成之后一起绞交 好 Jururun 好吗 unsafe 为什么